昨天又见,今天又见,我们天天相见 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 我是伟哥 空心菜是最为常见的家常绿色蔬菜 营养全面 吃起来口感清脆爽口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空心菜非常好吃的做法 加四个鸡蛋,不需要炒 做法很简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 空心菜,鸡蛋,大蒜,米椒,小葱 首先准备一把空心菜 给它摘剪一下 把它剪短一点 把老的根筋部分去掉,不要 全部剪好,放入盆中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加一勺盐 一勺小苏打 晃动使盐和小苏打溶解开 放在一边浸泡五分钟左右 这样可以把空心菜上面的泥土 脏东西给很好的浸泡出来 跟着准备几头大蒜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切好装入盘中 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圆圈 装入盘中 一把小葱 先把葱白切碎 装入盘中 再把葱叶切成葱花 装入碗中 打入四个鸡蛋 加一勺胡椒粉 少许的盐 入点底味 把它们充分地搅拌均匀 跟着调个料汁 加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 一勺盐 半勺白糖 少许的淀粉 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 使料汁稀释化开备用 接下来来清洗空心菜 换水清洗两到三次 就可以了 清洗干净之后 放入漏盘中控水 跟着锅烧热 加一勺油 油热后 把鸡蛋液倒进去 翻炒成鸡蛋块 像这样就可以 全出来装入碗中 然后锅烧热 加入清水 开大火烧开 水开后 加一勺盐 一勺油 再把空心菜放进去 烫40秒 把空心菜烫熟 这里加盐 可以入点底味 加油能使空心 菜保持颜色翠绿 不变色 捞出来沥干水分 把它放在鸡蛋上面 用汤匙按压紧实一点 再盖上一个盘子 倒扣出来 然后锅烧热 加少许的油 把蒜末辣椒倒进去 翻炒出香味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然后把料汁倒进去 翻炒至料汁变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 盛出来浇在鸡蛋上面 哇好香呀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这里看着小米浇很多 其实呢 吃起来一点也不辣 要是平时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把小米浇剁碎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有味 辣度更浓 然后撒上葱花增香点缀 就这样 一盘好吃的空心菜 鸡蛋就做好了 鸡蛋吃起来鲜嫩入味 空心菜吃起来脆嫩多汁 这样做出来的空心菜鸡蛋 不仅颜值高 而且吃起来呢 营养也很全面 喜欢吃空心菜的朋友 不妨试试这个做法哦 加上几个鸡蛋 做法呢 很简单又好吃 上桌就是一道大硬菜了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帮忙给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 下个视频中 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下个视频中 下个视频中 下个视频中